天氣很熱 花蓮地區也多次被發佈了紅色高溫警戒 縣議員吳東昇及市民代表黃達翔 江如林、陳惠欽等人捐贈礦泉水給花蓮市清潔隊 感謝隊員們在酷暑之下還要執行各項任務 也希望他們能夠隨時補充水分避免中暑 市長吳嘉賢也特別致震的感謝狀 感謝縣議會還有代表會的體貼 來體恤清潔隊員們的辛勞 夏日時節酷熱難耐 花蓮多次發佈了紅色高溫警戒 縣議員吳東昇還有花蓮市民代表黃達翔 江如林、陳惠欽等人捐贈礦泉水給花蓮市清潔隊 感謝隊員在酷暑之下執行各項任務 希望他們可以隨時補充水分避免中暑 今天特別來送水的意義在於現在是夏天很炎熱 而且最近都是在38到40度中間 我們想說清潔隊的隊員很辛苦 那我們也希望說藉由這個水的部分讓他們補充水分 讓他們在工作也不要能夠順遂 那我們跟吳東昇議員還有黃達翔代表 還有陳惠欽代表 我們一起共同來捐贈給我們清潔隊的隊員 讓他們有一個好的良下 市長吳嘉賢特別到場致震感謝狀 感謝宣議會還有世代會的體貼 鐵絕清潔隊員們的辛勞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我們黃達翔代表陳惠欽代表 還有江竹林代表跟吳東昇議員 來一起製贈我們清潔隊員礦泉水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最近的天氣變化非常劇烈 一下非常熱一下又好雨的一個狀況 其實對於在外工作的清潔隊員真的非常非常辛苦 那我們也真的非常感謝我們非常多的民意代表社會企業 長期以來在關心我們隊員 那我們也時時刻刻在提醒隊員 除了防疫的工作要做好之外 那水分一定要補充充實 那不要因為工作的關係而中暑 造成了身體上面的一個受損 市長和市民代表們也經常提醒隊員夥伴 要注意自身健康狀況 戶外工作除了要有適當休息 也要補充水分和鹽分 避免中暑或者是抽筋的情形發生 介紹旅會歡迎市報導